林立司 林立司的事情 要跟大家報告說 整個國家很多機關 很沒面子 第一個就連政署很沒面子 聽說人家陣風人員 早就發現這件事 而且網上陳報 也陳給你的連政署 連政署署長是怎麼說 下面是一堆檢察官組成的 結果呢 不當一回事 沒人理 沒辦法 錯失了良機 抓幾個亂機 所以連政署只要擺路跑 連政署應不應該用 非常非常非常正式的 很嚴肅的態度 跟全國人民說一聲對不起 甚至我認為連政署署長 總部你愛說 我立即啟動內部的處分程序 什麼人改處分改處分 處分完之後我自行處分 這樣照我給人民知道說 喔 亂來你們做不到事情 該做不做 是有接人的 不然連政署 正鋒提報陳啟祥 連政署沒人理 沒人理 新聞完了 又怎麼樣 再來 調查局罪軍 很有勢的 我真的沒面子 這個事情怎麼會辦成這樣 他們都沒辦法插 所以 法務部下面 兩個最重要的署 一個連政署 一個調查局 一個局一個數 都沒有作為 到底這是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特徵族在辦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今天三傳陳啟祥 特徵族下一步查 斷料公文 高市環保局有斷料的權限嗎 法源依據在哪裡 公文作廢中間的轉折是什麼 是否涉及有利人士 標示什麼 標示斷料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可能 該斷而不斷 就是鎖匯的一個方法 該斷而不斷 為什麼 因為六千山拿到了 要把他帶 帶給人 做到六千山的範圍來做得好 所以該斷不斷 可能就是六千山 而不該斷而斷 不應該斷的結果 你人家斷 是不是就利率是八千山 去鎖匯的一個手段 而這個手段 林毅市可能利用行政 利用立法 利用司法 蘇格林安部 叫林毅市 叫鎖匯 叫那個鎖匯 叫鎖匯的人 大家不知道 都有可能 但是到底怎麼樣 我們要來看 我們看一下說 特徵族懷疑 爆料人陳啟祥指控林毅市 今年向他所賄八千三百萬不成後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與3月23號發函中鋼等廠商 嚴禁交付地勇公司如渣 六月一號並重新發文 表示三月公文作廢 這件事情 與林毅市所廢不曾有關 這部分 案情有調查必要 特徵族的懷疑 也是法界的懷疑 聽好喔 司法界的懷疑 有無指示國營事業對廠商斷料的權限 為何指示斷料又又反悔 法條一句為何 有無不為人知的轉折 環保局的做法是否與林毅市或其他有影響 有影響力的人事有關 都是特徵族下一波解謎追查犯罪的重點 所以這就是重點 所以大家知道 一族槍頂出來之後 一族槍很清楚 沒有用問號來講這個時候 無關的檢察官王啟明就跳起來 來大家看 主任檢察官王啟明指示斷料 中鋼董座配合圍剿地用 王啟明檢察官跳起來說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來 王啟明檢察官不知道有Coin進來嗎 如果Coin進來 我們希望他能夠澄清 拿出他的看法 大家看一下 這是今天 蘋果日報 大家看一下今天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今天的A26版 趙少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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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醫師的案子宣騰了兩個禮拜 兩個星期 牽扯的人物愈來愈多 有幾個關鍵點需要釐清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第四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是誰促成高市環保局 要中鋼對蒂勇陳啟祥斷料 他認為要查的一個重點是 王啟明檢察官的壓力嗎 這是趙少康說的 所以王啟明檢察官 不知道要摳印禮拜 對趙少康說的意見 他的看法不知道如何 我想我們法律人 應該很平心靜氣的討論說 趙少康的這個看法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今天最新的發展 所以 斷料公文是不是一個重點 大家想看看 頂夫 斷料公文 你如果 斷料我算專家 你這方面 你對 吳敦禮 在頂尼佛的廠商 跟陳情者的事情 你有說出來 你這方面你要怎麼說 我先說我的前提 帝用這種的公司 可以物量環境 應該等了沒有等了嗎 我們等一下 我先說 你說的這個 王啟明檢察官說卡進來 好 我們卡進來 好 來 所以王啟大官 您在線上嗎 喂 你好 你在線上嗎 我在線上 是 剛剛我提到 我再講一遍 特徵組 下一步要查斷料的公文 那麼表示斷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今天 趙少康 這是今天的蘋果日報 我想我們平心靜靜來討論 OK 趙少康講說 斷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一個關鍵點 沒問題 林立市的案子宣騰了兩個禮拜 牽扯的人越來越多 有幾個關鍵點需要釐清 所以 是誰促成高市環保局 要中鋼對蒂勇陳啟祥斷料 趙少康認為 王啟明檢察官的壓力 是不是其中一個需要調查 你認為趙少康講的 你的觀點怎麼樣 你會看法 這講到你了 又講到你了 又講到你 這是今天的 好 OK 我想我可以 我只就我那個事實的部分 跟人講一下就可以了 那當天開會的情形 那我想這個案子 那個 是不是行政或行事不法 那我想那個 許醫師應該很清楚了 那 我們研判的這個結果 我們地檢署沒有權限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環保聯盟 是結合了環檢警的 這樣子的一個聯盟 那這個案子 由我這邊就交給了環保局 那就由他們全權處理 但是我們看得出 這個是嚴重的污染 是 我想說對不起 我不是打斷你 我是說 因為你之前這個東西 我們已經講過了 我也把這一段念過給大家聽 所以我意思是說 趙少康也提到你說 是不是因為你的壓力 這個你是不是直接回答說 到底這是為什麼趙少康質疑 你的這種感覺 你對趙少康怎麼回應 我意思是這樣子 他為什麼認為是 我為什麼這樣子質疑 我應該由他來回答 那是不是我的壓力 我可以回答 那我就跟你講說這個過程 那我要求的是積極處理 我要求的是積極處理 那我相信 你們大概有看到一份 那個現在還不方便看過的一個文件 那我相信 還不方便看到的 我們應該有看到 沒有 大概有看過 那那件東西裡面 喂 怎麼樣 你繼續講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我們應該有看到 不方便看到的東西 這句話有點矛盾 因為我們沒看過 是什麼東西 你能不能提一下 不方便講 方便講嗎 我今天去接受那個 所謂的行政調查 我有看到文件 不方便講嗎 那現在是不方便講是什麼東西 我想行政調查的結果 大概應該這幾天馬上就會出來 那我接受了行政調查之後 今天的心情是完全的放鬆 那也許有很多東西 那個大家也許過幾天 真相真的會大白 能不能傳真給我們 那文件是不是我的壓力 我有要求他們一定要想辦法 回去想辦法 你們自己沒有權限的話 看看其他局處有沒有權限 想辦法把這個污染源 給污染源給移走 我有做這樣子的要求 那他們可能回去就想辦法 那是不是 那你說是不是我的壓力 我有push 但是放掉這一個東西 我完全沒有提到 好 那是他們在4月6號的時候 謝謝 回來有一個另外一個水污染案 來那個把那個 他們把另外一家工廠停工 那件是犯罪 那個是構成心事不法的案件 對啦 那他把這個東西交換給我 不要再說你把問題 這是跟我講說有端量 我們就不提到其他的 那我在這裡是請教你說 如果行政調查完成 你可不可以把調查報告 如果可以公開的話 願不願意傳真給我們 讓我們來了解 然後我們來跟全國的觀眾做個說明 願不願意 我想這一點 我 我想這個法務部應該會公開 會公開 我期待法務部公開 好 如果法務部沒有公開的話 我可以公開講 好 我希望我如果可以的話 我歡迎你晚上 到台北來 我們就坐在這裡 像全國觀眾我們這樣對話講 可能比打電話更好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不可以 我可能沒有辦法過去 因為我 為了這個事情 被搞得一個晚上睡不到兩個鐘頭 那沒關係 我想 行政調查程序 應該很快 我可以跟你預告很快 很快 那我現在就行政調查 來請教下個問題 那個結果 我想會讓你們看到說 有很多的這種 有很多的人想不到的東西 王姐 我來請教你一件事 這是今天的中時電子報 他說什麼 今天 對不起 不是今天昨天的 昨天的中時電子報 王啟明說 就是您講的 你說 遭行政調查是為了保存資料 這是你講的對不對 是不是我這樣講 對 這是你講的 你為什麼認為只是保存資料 那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看到聯合晚報的 說保護部要對我展開行政調查的時候 我情緒反彈非常的大 所以我有講了一些重話 自由時報的記者有聽到 他把我看了出來 那但是隔天 我有看到其中一份媒體 我忘了是哪一份 他有說到 那個 嚴警察長有說 那個我並沒有為師 那法務部 他好像有解釋說 那是因為我的事情 已經被過度的渲染 那為了要保存一些證據 是這樣子 那才啟動行政調查 那部裡面的長官也有打電話跟我講說 叫我不要在意 是為了這個 謝謝 這是你講的 為了保存資料 你說嚴檢察長應該指嚴大河 來 那這個是另外一份報紙 法務部長指示對王啟明行政調查 這一份報紙裡面 這是公視新聞網 公共電視台的新聞網 王指在這裡 他講了一句話 部長曾永夫已經指示台灣高檢署 那就是嚴大河檢察長 對王啟明進行必要的行政調查 了解有無涉案 曾永夫部長是說要調查你有沒有涉案 可是你卻說他只是為了保存資料 這個東西你認為你可以替部長講這些話嗎 我沒有替部長講這些話 我沒有替部長講這些話 可是部長說是要了解你有沒有涉案 部裡面的長官 不是說部長講的 其實我跟你講 行政調查是事實 我今天已經接受行政調查 我在高雄高分檢接受行政調查 我看到了相關的資料 我看完鬆了一口氣哈哈大笑 我知道我這些天 我一直百思不及為什麼會說我涉案 為什麼要扯到 恭喜你能夠澄清 這幾天應該整個資料就會出來 謝謝 我想我是希望法務部一定要公開 好再來的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我再給你請教 我恭喜你如果能夠澄清這是最好對不對 來我們再來看 這是聯合新聞網 2012年7月11號早上10點49分發布出來的 指示環保局斷料一個問號 檢察官王啟明喊冤 你是喊冤枉 不過這裡有一段敘述 我想要請教你的看法 林立市所會案爆發後 監察委員前林匯君和趙榮耀 趙榮耀當過檢察長也是我們法律界的前輩 我相信你我都很熟 7月5號他是7月5號前往高雄市環保局聽取說明 監委就是這兩個監委 認為雄簡竟然對官員下指導期是明顯躍權 而環保局居然還依指示作為 更已經超越了行政財閥的權限明顯違法 監委懷疑王啟明與環保局長李穆森涉入所會案 這是鋼策委員對你的質疑 我不知道你怎麼來回應監察委員的質疑 這一段 其實很簡單 我看到另外一份新聞 另外一份報導 他是指前林匯君委員 他是認為說他初步調查我並沒有不法 至於那段東西 大概就是益州刊的內容 但是我看到說 前林匯君委員說我並沒有不法 那至於這段不法反正就行政調查 我相信你們再忍耐幾天 真相真的會大白 我們不是忍耐幾天 我們替你緊張 好 我一定都不緊張 我要講這一段 我要講這一段 這一段他不是說益州刊講的 這段不是益州刊講的 這段是記者 根據監察委員所講的 你現在這樣回應 我們也就讓你回應了 我們都盡力讓你回應 我現在再講 我再講一下 還有一件事我想請你澄清 那個監委 監委是不是講這句話 我想 我都沒有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因為 調查不公開 調查不公開 我不知道監委是不是違反這樣子 回應我不知道 但是我 我所看到的 那個 那個 所謂的那個 一周刊他講說 我 我不業權 那前臨會軍委員說 我 並沒有為師 那 好像矛盾 這樣就記者 報告很快就出來了 你的意思這就是記者亂寫 蛤 記者亂寫 是不是記者亂寫 我想請教你這是記者亂寫 因為 我念給你這一段 我現在是根據新聞報導 我覺得 我覺得 應該要去現在 也許你們可以去採訪 詢問監察 這兩位監察委 看他們的採訪 不是詢問 我們可以請他說明 我是覺得這種二手傳播 那種真實性 我真的不相信 監委會在這個時候講這種話 好啦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報導 那咧 王檢察官 我再請教你 熊檢捲入風暴 王啟明說被榴彈物擊 這是 中時電子報 2012年7月11號 你有說一句話 我怎麼要請教你這個 王啟明說 對於高市環保局 會採取斷料的處分 也讓他覺得很奇怪 你覺得很奇怪 因為就他的認知 就你的認知 行政處分 應該是熱令停業 歇業 劃緩等 從來都不知還有斷料處分 而相關法令中 似乎也沒有這項做法 當環保局做了這個處分後 是否有告訴他 就是有沒有告訴你 王啟明表示已經不記得了 但他很肯定的說 就是你說的 帝永被主女復工 他確實完全不知 我想請教說 到底你知不知道斷料處分 你到底知不知道 因為你說你不記得 不記得是知道忘記了還是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你不知道 但是我不記得 這一個是他們打電話來跟我回報 或者是說跑到我的辦公室來跟我講 那根據環保局他的資料 他在4月6號的時候 跑到我辦公室 那是為了另外一件 後進溪的水污染案 你們可以注意這個案子 跟今天這個風暴有很大的關係 那因為這個案子 他們對於那個複裔公司 施予停工 那個那個 類似停工還是廢止那個 排放水許可的類似 這樣子的一個處分 把那個 因為那個案子是有構成犯罪 那我們偵辦中的案子 他把這個資料拿過來給我的時候 用口頭跟我講說 說已經請中鋼 那個 他是說請中鋼 來那個停止 那就是有告訴你 那他沒有 那就是有告訴你 那就是有告訴你 但是 但是我 他這樣子講 我想起來 應該有這麼一回事 因為我有 我有那一張那個 那個複裔公司的那張公文 我就是不記得方式 因為很多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 你讀法律的 我也讀法律的 我相信 搞不好我的資格 我進入法律界 可能比你還長一點點 我就輸作要30年 所以我可以講說 也許我還比你資深一點點 我今天講說 法律人要對話 要講的是什麼 我們都為這個 在打拼 所以今天 我們這些貴賓 有一點點意 有一點點話 想要請教 請問 請問 我想還是盡量就是 我們盡量澄清 對 我們盡量澄清 好不好 王主任檢察官 我是吳國棟 我現在可以了解 昨天你情緒 為什麼那樣緊繃 因為我還問你說 就是因為你那句 所謂的行政調查 對 但你今天接受調查了 你自己已經接受 所以我知道 你今天要接受調查 所以昨天情緒 就比較緊繃 不是 是因為你那句話 讓我覺得 非常受委屈 我這樣 其實法務部 是要行政調查 我是問你有沒有 那時候行政調查 所以我會 情緒會反彈 所以 可是你就講說 我們是 寒雪噴人 我覺得你今天應該 要跟我們道歉一下 這是可受公平的事實 因為我被噴了這麼久 對不對 我們沒有陪你 我們只是問你說 法務部有沒有 要對你做行政調查 證明是不是有 今天你接受調查了 所以你昨天那樣情緒 我就覺得很奇怪 做一個主任檢察官 怎麼會 人家問你這個問題 你說有 明天我就要接受調查了 還是說沒有 到現在也沒有啟動 你們自己問問看 很簡單 可以跟你情緒問一下 你只是想要羞辱我 對不對 我就覺得 今天不要再討這個 因為你只是想要 今天只是想找我吵架 對不對 我幹嘛叫你討架 想找我吵架 這是失去對話的意義 我覺得我們日前代者 要穩定一點 這樣沒有意思 我想我再跟你對話 不是要跟你吵架 為什麼 你知道我現在還要講 事情 吵架不能解決事情 對沒錯 今天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 要把環保事情做 今天人家在說這個 今天我問你有沒有行政調查 是因為 記者 包括報導說什麼 說 要查你有沒有涉案 這曾永夫講的 不是我們講的 所以我們王姐在問的時候 你應該是說 有沒有 有沒有就好了 不是要修路你 昨天的事情 不用再講 不是 我們不要再講 我覺得 你這樣子一直在挑撥情緒 不是啦 不要挑撥情緒 我們就事實或法律上去講 來啦 現在 不然的話真的是有失聞 王議員 王議員 你應該要請問 請問 我大概是有討問 我從來沒有提過你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去談過你 我也知道你是從台南 在哪裡出來有事的主題 我現在把你回到你是檢察官的身份 我要請教你一些問題 OK 這個弊案 我一個一個回答好不好 那你一個一個問 這個弊案 鎖匯也好 持續污染也好 重了 是其中一個工作 那我相信 在高雄地區 了解 地用 台協 大地量等公司的污染的狀況 甚至於在地上的情形 我絕對相信王檢察官 你的了解 比台北的特徵組更深更多 所以我有一個不解的地方 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 如果涉及偵察不公開 你可以不回答 因為這是專民都要想要了解 今天中鋼在今年的新聞稿說 斷料其實跟環保局的要求無關 斷料是因為中鋼根據他的合約 脫流渣工程合約裡面 違反那個環保的條約 所以他予以停料 停到什麼時候呢 停到地用公司改成遺跡 這是今年六月份停料以後 中鋼在中央社的新聞稿 所以緊固他的脫流渣工程合約 那違反環保整個中 沒有改成以前 中鋼是可以把它改成的 這個規定是對的 結果在去年的 2011年8月5號 行政院長吳敦義 來到大發工業區 廠商也舉發了 地用公司的氣質廠 造成很嚴重的污染 8月25號 這個環保署也來那邊查了 8月26號也發了公文 9月16號也發了公文 還列了他很多重大為師 可是這重大為師他不只 不只沒有照合約中間 中鋼中聯中藥 不只沒有依照合約予以斷料 甚至於在2011年的12月份 還跟他續約展延5年 這就很奇怪了 那這個奇怪依你的地方 不管是環保上的督查 還是你的地方的調查 這裡面的問題是什麼 那這一次的調查 你去查環保局要求斷料 我其實覺得那個仿式煙霧彈 要把他導向高雄市政府 環保局根本沒有全力要求斷料 有全力要求斷料的是 中鋼根據合約 你圍鬼我就給你斷料了 就這部分 你的了解是怎樣 我給你請教一下 既然是在那個特政組查案 他們一直沒有查這一塊啊 他有沒有查你怎麼會知道 他不公開 他有沒有查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這個是 只要是相關連 相簽連的案件 都有偵查不公開 不要說這個案子是特政組的案子 我不能代為發言 就算是我的案子 我也沒有辦法發言 我想徐律師應該很清楚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你們雄姐 被人家幫起來 當然啦 在偵查過程中 人家在那邊批評什麼的 偵查 作為一個偵查單位 經常也只能夠這樣默默的承受 那適度的可不可以發布新聞 這個要由偵查單位的發言人 來那個余域診所 看看是不是違反偵查不公開 像我 你要叫我說你是要害嗎 你這樣結果說之後 我可以承受的 我不是要跟你害啦 其實喔 你先來為我了解 其實王姐 有一句話我想請教你 這不是跟你 這不是要跟你說什麼 叫你說什麼偵查不公開 我問說 很奇怪 為什麼地勇有人檢舉 另外兩家難道都沒有違規嗎 都沒有人跟你檢舉過嗎 你昨天有講說這是你們的失職 你曾經有說 這是你們失職 你覺得很失誤 沒辦法你為這些事情搬出 另外兩家難道都沒有違規 都沒有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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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總可以講吧 這個跟這個案子無關吧 是不是這樣 我只能跟你講喔 那個我經手的 我自己 我親手經手的 就只有一件檢舉案 那至於之前 沒有檢舉案 高雄市環保局 他也有講過 之前其實 在我接任 在我接任 我這個執行秘書之前 他們曾經有很多 那個八卦地勤署 辦過很多 脫流渣的案件 那這個案件到底是 是那個大力量 還是台血 還是地勇 我不知道 但是有很之前的案件 我們檢方都很積極的起訴 你跟我講 起訴了之後 那法院認為說 這種東西是產品 不適用費清清理法 我們都看不見了 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們就說 你們 你們主動 這邊都是行政 行政黨的處理 你知道 我現在問你 你說 你只要辦公室這件 有人僵器對不對 你們都沒有主動去辦過嗎 從來沒有主動辦過 不然為什麼 只有人家檢舉這件 你辦了 然後其他通通沒有了 你們都從來沒有主動去辦過嗎 我想 許麗司應該會很清楚 行政違規的案件 地勤署怎麼會去 不是 你們有一些是 有沒有犯罪 你們都沒有發動偵查 比如說他自然去瞭解 什麼都沒有 那些東西 有人檢舉 有線報 我們會 就這一塊 去做調查 有人線報 你們才會辦 沒有線報 如果你們不會主動去辦 就對了 那我就 我就沒有辦法去查 沒有啦 沒有啦 檢察官本來就要主動栽間發福 你們為什麼 不主動發個 分個他治案 什麼去辦一辦呢 所以 現在民眾也在這裡 我今天接著傳承說 欸 問一下 他們為什麼都不主動去辦 其實也有人檢舉啊 當然有證據你有沒有 我不知道 至少你們應該主動可以辦 有 有沒有檢舉 這件事情 他如果檢舉的是後半段的 後面應該是說 他背後那一邊的那個問題 就像是那個 那個陳啟祥跟林醫師間這邊的問題的話 那這個案子是檢數黑金的這種案件 那我手上沒有資料 那我手上沒有這種統計資料 因為我也不是搞行政的 你或許 你們或許可以 新聞給地檢署問看看啊 或是什麼 你們地檢署喔 但是問題是 很大的啦 都沒差人啦 如果說是偵查不公開的東西 不能講 如果有統計的 或許可以 或許可以 也許 但是 你 我一個做偵查的 我也不是做統計的行政單位 好啦 我希望說 還有沒有問題 那個王姐 只想請問你喔 你說你經手只有這個案子嘛 那麼其他的台邪啦 大帝永這些案子 在過去 是不是也有被檢舉過 依你的了解 然後是不是 你 他們處理態度跟你一樣 是要求積極查處 還是你剛剛講說 你們就是直接起訴 那有沒有類似 像這次的案件 積極查處之後斷料的行為呢 過去的案子 其他的案子 有沒有類似的數字 我想 我剛才已經回答的 回答得很清楚了 那 這是重複的一個問題 因為 之前的案件 我們是用 廢棄物清理法 因為這種東西 本來 是不是適用廢棄物 本來就是有問題的 那因為 我們一開始 都用那個廢棄物清理法 來起訴 那後來 是環保署 它的那種解釋令 認為說 這一種東西 是 是屬於所謂的產品 或原料 不是用廢棄物清理法 它只是用行政部法 那 我們 我們這個執法者 只能夠依據法律 或者是具有相關拘束力的這種解釋 因為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他的這樣子的解釋 法院通常都是尊重的 所以法院 採取 環保署的這樣子 我知道 這是我們 謝謝 所以 如果是 不是我的權責 王先生 謝謝你 今天這樣子 疑問澄清了 但是 行政調查 行政調查 先跟你祝福 好 來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們來進行公告 後來跟我們繼續